大家好,这里是读书重记,说想看心想 首先拜托各位点击订阅,支持我们的频道 为了有一天能和朋友们,奉马南山,起台牧羊 咱们将军三叶,长话总统,今天与大家分享整理 关川王世间的男女关系有多乱 波兰国王和俄国女皇的关系让你监视三观 所谓的大洪水时代,也就是1648年到1667年前后 波兰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不得不开始修养生心 1683年,波兰迎来了最后的光追 他的一骑兵在维也纳城下大破奥斯曼军队 以4500多人的伤亡斩杀了4万多奥斯曼士兵 波兰儼然成了天主教世界的作星 可大作星波兰唯独救不了自己 1696年,杨索别斯基去世后 波兰贵族们民主选举了 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担任自己的国王 最后的辉煌 奥古斯特二世人宋绰号强力王 这个外号其实是形容他床上的战斗力 这个德国重马四处流肿,共有300多个私生子 最著名的私生子就是法国四大元帅之一的 万万没想到,查理十二世是军事学上的学霸 查理十二在纳尔瓦战役中以8000军队击败了沙俄的4万大军 彼得大帝甚至都不敢执念他的冰封 1701年查理十二世攻入波兰境内 在一年多的战争中打的波兰沙俄联军毫无办法 1704年查理十二世更是在华沙扶持了斯坦尼斯瓦夫 充当了波兰国王 奥古斯特二世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 波兰的国王是谁?全看瑞典和沙俄作战情景如何 战争最后的赢家是彼得大帝 因此奥古斯特二世可以重返华沙 彼得大帝可不是学雷锋 他借此机会将手伸进了波兰 波兰彻底丢掉了大国地位 奥古斯特二世对波兰被吃豆腐毫不在意 他正忙着建设自己的雅典德雷斯顿 但烧钱之余还山寨出了中国此气 奥古斯特三世 1833年奥古斯特二世去世 斯坦尼斯瓦夫又当了带路党 这次他带着法国大军杀回了波兰 短暂坐上了波兰王位 法军支持这个带路党的理由很简单 他的女儿当了路易十五的王后 杀了奥地利自然也不甘心法国势力大扩张 纷纷支持奥古斯特二世的儿子奥古斯特三世到波兰当国王 奥古斯特三世其实也是带路党 统帅法军和奥古斯特三世作战的就是萨克斯伯爵 也就是奥古斯特三世的私生子哥哥 这场混战打了两年多 最后以斯坦尼斯瓦夫得到洛林主动退位结束 萨克斯伯爵 奥古斯特三世在波兰当了三十年国王后去世 波兰迎来了最后一位国王 这个国王还是带路党 这次即位的波兰国王名叫波尼亚托夫斯基 他是波兰大贵族出身 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众多情人中的一个 波尼亚托夫斯基在1759年左右和叶卡捷琳娜勾搭成奸 每晚溜到叶卡捷琳娜的寝宫充当民族英雄 在床上惩罚沙俄的皇后 当时叶卡捷琳娜还没有发动政变 结果一不留神 被苦主彼得三世给抓住了 最后还是叶卡捷琳娜找到彼得三世的情人说情 才保住了性命 末代波兰国王年轻时也是小鲜肉 他当上波兰国王后对老情人念念不忘 还特批老情人的军队在波兰自由活动 叶卡捷琳娜对他有感情 对波兰的土地更有感情 波兰因此在1795年亡国 这个波兰末代君主最后靠着老情人给的年兵在彼得堡去世 差不多一百时间 波兰的国王竟然都是带路党 不亡国才是没天理 感谢文章作者李同佳先生 就是歌完了 不知道你已经明白了某柳 总经你记得这男女关系复杂混乱就行了 好了 我们将不再见 我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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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